选择东洋医疗来日本进行胃肠镜检查的客人 有中国各地,包括曾经在北京三甲级医院检查的客人 以及欧美、新西兰等地的客人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位不远万里从美国来的接受胃肠镜检查的案例 这位患者的胃肠一直不好,容易形成吸肉 所以虽然深知胃肠镜检查的痛苦 但也会每隔一年做一次胃肠镜的检查 这次是经过朋友介绍,通过东洋医疗来大阪 由胃肠镜名医做的检查 按照预约时间上午9点前,患者到专科诊所 换了拖鞋进入诊所后 护士很温柔地让患者在等待区填写了自己的个人情况 包括自己近几年胃肠有什么问题 是否得过重大疾病,家族病史,最近是否在用药 有无药物和麻醉过敏等等 这样医生就可以通过问诊票 对患者有一个初期判断,既准确也节省了很多时间 短暂的等待后,院长在诊查室根据问诊票 再一次确认患者身体状况 接着拿起模型,耐心讲解胃肠镜检查的过程 胃镜是检查10道,胃12指肠 而肠镜则检查大概1.5米长的大肠 整个检查过程,患者是可以通过显示屏看到胃肠情况的 如果有吸肉,经过医生的判断,在确认无危险 且征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 医生会直接切除,避免二次检查的痛苦 但之后需要在日本滞留至少一周以上 不能直接坐飞机 接着患者到准备区 护士准备了清肠剂,因为怕饮水太多造成不适 还准备了两块糖 患者很惊讶,和以前检查喝的泄药和电解质水的恶心感不同 日本的清肠剂有点类似果汁,口感较好 只需两个小时就可完全清肠 不需要提前一天准备 可以准备检查了 患者注意到一个细节 卫生间有一个电子铃 如果需要护士的检查,直接按铃即可 这个设计十分人性化 毕竟让别人检查排便还是比较难为情的事情 通过按铃的方式 还避免了呼喊护士,造成院内嘈杂 让患者可以身心放松地做好检查准备 接下来的检查中 还有哪些人性化细节呢? 关注注视会社东阳视频号 明天为大家详细介绍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就请点一个赞再走吧 您的支持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